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发行量第一的书哦 我想到了醒目的路牌 我想到了他们标志性的黄蓝主题的建筑物 我想到了在店里定位自己想要去的地方 他们的购物车 在展厅里面浏览真实的商品效果 这是我们之前从来没有体验过的 之前的家具店不是这样的 对吗 友好或者偶尔不友好的员工 以及最后决定了并且寻找自己需要的产品 比预期更多的消费 总是排着长队的收银台 当买到了很多的东西 花了一大笔钱之后 有点小心疼吧 但是在出口的时候 有低价的热狗和可乐 让我觉得很happy 觉得这趟来值了 这还没有结束 在车里装下很多 原来觉得根本装不下的商品 还没有结束 宜家的旅程 这只是一个开始 回到家以后 要战胜安装指南 最后使用商品赏心悦目 这就是宜家 怎么能掏空你的钱包的一个旅程 从客户的视角 这样一站一站地拆解 宜家就是这样构建 他的客户体验的 如果你现在正在创业 如果你是一个服务的提供者 不妨可以用这样的视角 去走一遍 看一看你的商业是怎样的 从客户的视角是如何的 我今天跟大家来分享 我们在过去的几年当中 所总结的十大法则 我们相信好的服务 不是偶然发生的 是被设计的 这十大法则 正是基于我刚才跟大家分享的 这个旅程图 这个旅程图一站一站 这个旅程图并不是直的 它会有上有下 根据情绪的高低 高的地方叫爽点 低的地方叫痛点 好 十大法则来了 第一个叫拔高波峰 我想用一个更通俗的案例 来跟大家说 假如说你是一个牛肉面馆的老板 牛肉面里面的那些牛肉 就是这个波峰 当你吃牛肉面的时候 这个牛肉是不是很爽啊 当你 我是一个牛肉面馆的老板的时候 当我把这个牛肉做得更多 更大的时候 这就叫拔高波峰 所以你想一想 你的商业还有什么可能性 让用户 让它的爽点变得更加的极致 第二个 填平波谷 解决你的痛点 美国通用电器 他们发现啊 小孩来到这个CT的房间 非常的紧张 会躺在那里不停地乱动 导致扫描失败 所以我们要怎么做呢 所以G1呢 创造了这样一个海盗船的房间 让小孩子们进来 觉得不再那么紧张 像玩游戏一样的 啊 不错 所以这就叫填平波谷 解决用户的痛点 第三个 优化与客户接触的关键时刻 我想海底捞是一个非常非常棒的例子 这个拉面小哥的这个扭舌舞 跳得很棒是吧 扑扑通通吃碗面 它都能让我们 哇 变成传播的关键时刻 第四个 凤头 想一想当年我们银行开户 需要花多少的时间 多少的等待 可是现在互联网的这些银行 它却有五分钟 可以让你快速上线 可以见户 这就是凤头 报尾 Just the lease 是我们在欧洲做的一个 租车公司的一个案例 他让这些租车 本来已经交易完成了 可以白白的客户啊 他走的时候 给他开香槟 做一个庆祝仪式 让客人们满意而走 这就是叫报尾 还有迪斯尼 他做到延伸客户的旅程 迪斯尼就发现 客人的痛点是 大包小包 带着孩子 还要安检 这让他们觉得压力非常大 所以迪斯尼就提供了一个 上门提取行李的这样的业务 所以这就是 在头上 把从 不是从入园开始 而是延伸 它的旅程图 大家想一想 后面还有什么呢 还有什么 可以让你的客户 爱上你 来了还要来 受到你的服务 继续惦记着你 延伸客户的体验旅程呢 跳过体验的阶段 优步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走了 自动付款 省去了其中一步 这就叫跳过体验的阶段 服务阶段的重新排序 这是一个眼镜公司 之前我们买眼镜 都是要付了款 才能把这款眼镜带回家的 而他们推出 可以同时把五副眼镜带回家 用五天 你再决策 再付款 这就叫重新排序 智能体验 现在互联网大数据 让越来越多的公司 可以享受到 可以给客户提供 这样的智能体验 才你还可能喜欢 给你推送 最后一个 彻底重新设计 就像Airbnb 它整个的颠覆了 旅行的 这个住宿的体验 所以在这里 基于这十个理论基础 也基于我背后的团队 服务设计的团队 我八年前做了一个小小的实验 在我设计公司的楼下 开了一个小小的酒吧 2008年 智能在中国是闻所未闻 而我决定把中国的 把国外的智能 引到中国来 其实初心是什么呢 我想说的是 理发师悖论 很多人就挑战我说 你给人家出这么多主意 给人家做项目 做这个那个 你可以做一个 给自己做一个项目 能证明自己的商业成功吗 我说好 我试一试 于是在我们楼下 就开了这样一个小小的 一个demo 这是我们第一家的室内 实拍 开出来的时候 非常多的人笑话我们 说肯定开不长的 因为价格小贵 飘洋过海过来的这些金量 卖四五十都不挣钱 产品认知度不高 中心文化差异 酒鸣记不住 品种跳花眼 我们当时有一百多种啤酒 消费者喜好不一 工艺上又多 酒吧竞争激烈 上海每天都有酒吧开 每天就都有酒吧关 凭什么是你 还有库存管理 大家想一想 如果你有五种 十种啤酒 很容易做到库存管理吧 但是你有一百种呢 怎么样去做 所以我们就用一个 适用于大系统的 服务设计的系统的方式 去开了这么一个小小的酒吧 第一个呢 以用户为中心 虽然我很爱喝金量啤酒 但是我并没有假设 我就是所有的消费者 我们非常仔细地去分析了 三类典型的用户 啤酒爱好者 吃货 以及对环境非常挑剔的这些人 观察他们的行为 他们的需求和渴望 然后为他们去打造一个平台 打造一个氛围 这就是以用户为中心 第二个是共创 一家小小的店 一百种酒 意味着量很小 供应商跟你玩吗 这些意见领袖 消费者 啤酒专家 他们怎样才能成为我们的支持者 共创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 能够在一开始 以及我们每一家店推出的时候 都让他们充分地参与进来 让他们觉得这些概念是自己想的 这时候 力量和神奇的事情就会发生了 有表吉利 我们刚才讲了 一家的这一站一站 对吧 但是服务设计还会去看里面 它的后台是怎么支撑的 所以我们要确保前中后台的打造 才能保证我们的新的服务的体系 能够做到流畅顺滑 每一个触点的产品界面 都能够做得完美 第四个 整体 我拆解开 喝一杯啤酒都有这么多 听说你 预定你 入座 了解 下单 享用 沉浸在里面 分享 它背后的故事 接账 再度连接 评论 回头 回头 又成为一个新的开始 这就是整体性 大家想想 如果未来的医院呢 未来的银行呢 你的牛肉面馆呢 每一个 其实都是可以用这样的整体性的思路去看 端到端的服务流程 可以帮助 原来是柱状隔断的 企业内部的不同部门负责的事情 可以让它从客户的视角穿起来 而我们一个企业要实现一个有DNA的客户体验 服务体验 应该怎么样去做 最后一个 迭代 一共做了五家 八年做了五家 不断地去推陈出新 不断地在每一步去评估它的影响 结合运营上的创新 设计一个可复制的蓝本 如果你看一家 价值寥寥 但是你要想成为一个可成功 可复制 可被并购 有价值的这样一家企业 一定是有可复制性的 有这样的一个蓝本的 所以我们的新服务 新产品 客户中程度计划 品牌 物理环境 社交媒体 这些方面 都是不断地在迭代的 所以最后的精彩故事就是 我们实现了一个完美的价值增长曲线 实现了从左边的这个低到高的价值 数轴的功能到情感需求 从一个产品 那就是那杯啤酒 到解决方案 有可能是酒跟各种美食的搭配 到服务 到你有品牌的这种体验 这样的一个价值 这个价值曲线 不只是卖酒 在任何一个行业都可以被试用 今年年初 精量啤酒市场来了一个大玩家 全球最大的啤酒公司 叫百威英博 开发成为它在中国 第一笔战略收购 我近身而退 它付了非常多的品牌溢价 而我们副总经理以下 现在都已经成为百威英博 颠覆式创新组织的员工 一个都没有fire 这就是设计的力量 这是我一手的案例 我再讲一个大企业的案例吧 十年前 有这样一家公司 它是做垃圾处理的 大家看到这个烟囱就知道 是垃圾 垃圾焚烧处理 又脏又乱 它跟服务有什么关系 好 这样的公司 它的发展和扩张和复制 需要解决的最大的挑战 就是零币效应 就是没有人想要它在我的后院 它到哪里哪里游行示威 不要它 OK 如何去解决零币效应呢 服务设计在这里大有可畏 我当时看到 哇 垃圾山也可以这么美 没有味 当时我在我面前呈现的就像是 就像是一幅世界名画一样的 完全没有味道 我就想 这样一家好企业 我们需要去让更多的人知道 我可以用服务设计帮助它吗 我们在一起决定去打造 中国第一个环保教育的园区 把他们汉兰环境的园区开放出来 让公众随时来参观 随时来看 你不是不怕人查吗 No 随时可以过来看 甚至可以做一个小孩子的 教育功能的园区 所以我们定义了这个核心切入点 是孩子 因为通过孩子可以影响家长 通过家长可以影响社区 通过社区可以影响政府 还可以影响媒体 所以我们做了这个园区 不是做给政府领导看的 是做给孩子们来玩的 定义了这个核心切入点以后 我们又做了很多的共创 然后我们再做了这样的园区的旅程图 把游园参观的过程 拆解到各个处点 而且我们知道 不仅仅这是一个公园 而且可以是一个缩小版的智慧城市 从概念 体验到触点 逐步地深入 我们一起发展了五二的原则 refuse reuse reduce recycle repair 在各个环节 体验 触点方面 组成地让参观者能够感受到这一点 围绕着一个用户能听得懂的故事 我们编了一个动物大逃亡的故事 据说这个世界上一分钟都会有一个动物会消失 那我们怎么样提供技术的解决方案 让他们回来呢 所以在这个园区里面 它的动线的设计 有节奏的 有任务的 七大任务 让参观者玩得high get到他们想要传达的点 所以这就是把无形变有形 在玩的过程当中 互动的过程当中 让人去理解环保的概念 当这个园区还没有完全做完的时候 隔壁天天投诉它的一个邻居 一所大学 主动地把围场给拆了 希望能够跟他们融为一体 扩展到福建去的时候 原来游行示威的村民 头儿把他请到汉兰的总部来 结果回去之后 村民对政府说 只有汉兰可以到我们这里来开场 其他的都不可以 这就是C的力量 这就是用社区去影响政府决策的力量 所以从用服务设计 实现了汉兰这家公司的商业模式的转变 原来是B2G G就是government 政府 用服务设计 变成了B2G加C 用民众来影响他们 再说一个更大的例子 今天夏天我去访了英国的内阁府 内阁府推出的整合各个各大部位 的一个重要的政策推行机构 以及决策机构 叫Policy Lab 简单的翻就是政策实验室 他们正在用服务设计去重新思考 如何去推出未来的政策的设计 他们告诉我 设计可以起到什么作用 第一 可以省钱 因为它可以小规模试错 不至于一下子去推出来影响一大片 然后再收回来 那不是太晚了吗 第二 可以产生革命性的影响 因为它可以重新定义问题 推动新想法的诞生 还可以更加以人为本 理解用户的需求 并且为他们设计新服务 最后一个呢 它能解决复杂性问题 设计已经不再是一个 美观美化的一门学科 设计是一个解决复杂性问题 能够让不同的背景的人 参与在一起 让复杂的问题 变得简单的这样一个学科 这就是设计的作用 他们告诉我 我们在这里工作 我们在组织的边缘 如果在这里试点成功的话 我们可以运用于更广泛的地方 他们告诉我 我们是这样打开 政策制定的磨合的 从左边的政府专业知识 到共享的专业知识 从政府的责任 到责任的分担 从封闭的工作方法 到更开放的公开的方式 从告知性的 到参与性的过程 这是一个开放和合作的过程 Policy Lab代表英国政府 做了很多 有全球影响力的项目 目前美国和澳大利亚 都在请Policy Lab 把他们的最佳实践 能够带给他们 所以服务设计 正在重塑行业的规则 不管你是在做 2B的生意 还是2C 还是公共服务业 还是B2B2C 当你把所有的噪音 和行业局限去除 它的核心是什么 人 一切的生意 都是human to human 人对人的生意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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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鑽 鑽 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